阿中做豆腐 阿中心父母吃东西不方便 会用心把菜饭弄软 让父母吃起来比较容易 这天母亲对阿中说 儿子 我好想喝碗香香浓浓的黄豆汤啊 阿中听了好烦恼 黄豆那么硬 母亲怎么嚼得动呢 诶 有了 阿中想了又想 他先将黄豆泡了一整晚 又一早起床 用炉子将黄豆熬了好几个小时 终于把黄豆熬得又软又烂 阿中赶紧地端了一碗到父母面前 母亲 你喝喝看这碗黄豆汤 母亲喝了一大口 嗯 很香很浓 可是有些豆渣 吃起来不太舒服 有豆渣哦 阿中心里想 这该怎么办呢 第二天 阿中又起了个大早 除了将豆子煮得软软的之外 还用麻布袋仔细滤掉豆渣 成了软软软的豆浆 父母各喝了一碗 父亲说 嗯 去了豆渣 喝起来滑顺多了 就可惜啊 没什么味道 不过 看到父母还喜欢 阿中很高兴 第三天 阿中一早刚煮好豆浆 就听到隔壁阿玉在叫他 阿中 今天有渔船回来 要不要去买几条新鲜的鱼啊 啊 好啊 好啊 我可以煮鱼汤给我父母喝呢 啊 锅子里还有豆浆呢 啊 父亲说豆浆没味道 我在里面加点盐好了 出门前 阿中在豆浆里加了点盐 心想 这样喝起来就会有味道了 便和阿玉一起去码头 阿中买了鱼回家 掀开锅子 准备煮鱼汤 诶 这是什么 是 是我煮的豆浆吗 锅里的豆浆凝结成一大块 看起来白白嫩嫩的 诶 怎么会这样 嗯 吃吃看好了 阿中好奇地咬了一勺吃吃看 哇 又滑又软 嗯 真好吃 滑滑嫩嫩的 还有豆香 赶紧端去给父母亲吃吃看 阿中赶紧盛了两碗 端给父母吃 请您吃吃看 很好吃哦 嗯 阿中啊 这是什么 又软又滑 真好吃 嗯 真的很好吃啊 哈哈哈哈 阿中的父母都觉得好吃极了 忍不住又多吃了好几碗 阿中好高兴哦 阿中又做了好多凝结的豆浆 请村子里的人吃 大家都觉得既新鲜又好吃 不停地问阿中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什么食物啊 好滑嫩哦 是啊 阿中 告诉我们这是怎么做的 阿中告诉大家是怎么做出来的 同时将这个食物称为豆腐 据说这就是豆腐的由来哦 好滑嫩哦 好滑嫩哦